你在亚书第34章 交出他们受杀戮 被杀得必然抛弃 失手臭气上腾 竹山被他们的血融化 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磨 天被卷起好像书卷 旗上的万象要残败 像葡萄树的叶子惨败 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惨败一样 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 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 要施行审判 一和华的刀满了血 用枝油和羊羔攻山羊的血 并攻绵羊腰子的枝油滋润的 因为一和华在波斯拉 有献祭的事 在以东地大行杀戮 野牛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 他们的地喝醉了血 他们的尘土 引枝油肥润 引耶和华有报仇之日 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 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 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 成为烧着的石油 昼夜总不熄灭 烟气永远上腾 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 永永远远 无人经过 提湖建树 却要得为业 猫头鹰乌鸦 要住在其间 耶和华 必将空虚的准绳 混沌的线坨 拉在其上 以东人 要照贵咒来治国 那里却无一个 首领也都归于无有 以东的宫殿 要长荆棘 宝杖要长吉利和刺草 要做野狗的住处 驼鸟的居所 旷野的走兽 要和豺狼相遇 野山羊 要与伴偶对教 夜间的怪物 必在那里 弃身 自找安歇之处 剑蛇 要在那里坐窝 下蛋 爆蛋 生子 巨子 在其影下 要应 各与伴偶 聚集在那里 你们要查考 宣读 耶和华的书 这都无一缺少 无一没有半偶 因为我的口 已经吩咐 他的灵 将他们聚集 他也为他们 念旧 又亲手用准绳 给他们分地 他们必永得为业 世世代代 住在其间 来订阅 来订阅 散 散 散 感谢观看